2月15日國際足協官方微博公佈了2024年首期FIFA藍燭世界排名 世界的前10名排名沒有發生變化 阿根廷繼續排榜首 然後就是法國、英格蘭、比利時、巴西、荷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克羅地亞順序排第2至第10名 而亞洲杯的冠亞軍卡塔爾和約旦分別排名上升21位和17位 非洲杯冠亞軍科特迪亞和尼日利亞分別上升10位和14位 中國藍燭排名第88位相比上一期下降了9位 而目前排名在亞洲第13位 而中國藍燭曾於2016年3月排名世界第96位 也是球隊在過去近8年裏最差的排名 今次中國藍燭排名低支第88名 大陸的社交媒體一片恭喜嘲笑聲 只是吉利素 保持住 加油實至名貴 88是中國人最喜歡的數字 能不能保持住 恭喜過年就要逃過吉利 而中國藍燭的表現被認為是與竹藤貪腐有關 在2022年的11月 中國藍燭前主教練李鐵被調查後 至少有十多名官員落馬 包括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前副局長杜兆翠 竹協前主席陳淑媛等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 還有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至少人不當保持人之間 至少要來逃避 報道 超ken 你看完米酒 等 好 這是 好 對 感谢观看